欢迎收听今天的开箱婆罗洲之婆罗洲有话题 你好我是美玲 你好我是Ivy 那之前呢我们就讨论过了一些东马种植业者的一些现况 然后是聚焦在一般上大家比较熟悉的种植业 像是胡椒业啊还有油棕业 但除了这些东马比较主流的种植业之外呢 水果种植业会不会也是未来的一大趋势呢 是的那上个星期呢 其实斗湖中华商会还有斗湖农业工会呢 他们就联合举办了一场讲解会 主要呢就是围绕在沙巴果农的农业前景 还有关于到未来的发展潜能 到底未来可以带来多大的一些商机 那今天呢婆罗洲有话题呢 我们也会带你来关注沙巴果农们的现况 还有前景的 请到节目的呢 就是斗湖中华商会的署理会长 陈介勇Adrian 以及斗湖中华商会的这个秘书长 兼斗湖农业工会的理事 陈文莲William 欢迎两位 两位好 大家好 那首先呢 当然是要恭喜两位哦 就是两个工会 其实在11月25号就举办了这个 沙巴州果农前景 生态旅游牛油果种植讲解会 可不可以请两位先带我们了解 因为我们两个人都没有机会出席到这场的这个讲解会 跟我们讲讲这个讲解会的一些重点呢 Adrian 那好的 首先感谢CityPlus要请我们到你们的节目来 给大家认识一下沙巴 特别是东海岸这里的水果种植业的情况 有关于就是说 关于我们的那个讲解会呢 是成功的严满举办的 出息的人数呢 比我们想象中的还多 一开始你们的目标是多少人啊 其实我们的目标是 我们是说因为管制令的关系嘛 所以我们是限职60人 到最后出息的有70多位啦 哇哦 对比我们想象中还好 而这次感到很欣慰的就是 出息人大概是差不多接近一半都是年轻人 这个是很值得我们去鼓舞的地方 然后就是其实这个讲座会呢 是我们一路一直以来 我们中华商会还有农业工会 都有一直都有提倡的这个科技活动 就是因为这个MCO 新制管制令呢 我们就很多活动我们都终止了 所以这次我们特别就是趁着这个机会 有讲者有一个协会啦 农友协会 有刚好有了 刚巧来到斗湖 所以我们就举办了这个分享会 希望能够把最新的资讯带给 斗湖对农业有兴趣的朋友们 嗯 OK 可是不管怎么样 我就觉得这个讲座会 它的成功 我相信真的是 其实一方面也是给当地 也给你们一些信心 知道说其实沙巴的这个果农的种植 它真的未来可以带来很多很多的一些 商机跟机会的 可是我们知道目前 其实斗湖的这个种植业 主要还是以中小型的 这个游棕原主为居多的 那我们也很好奇 想请两位就是给我们 稍微的带我们认识 其实除了游棕之外呢 沙巴的地理环境 还适合种哪一些农作物 或者是植物的呢 尤其是水果的部分 William 那我来解释一下 这斗湖的这个地理环境 就是在于这个沙巴的洞海岸 那早期我们是有种植子为主 然后后来他们就转去可可的 那可可过后 他们才后期的就是有这个 所谓的油种 那今天因为有以油种 需要一些很多劳工 或者是很多技术上的那些 那现在很多农友们都开始 选择种一些蔬菜 或者是果类的 开发这个市场了 那主要是讲 斗湖这个种植的水果种类 都是包含在热带水果 就比如说现在我们有看到的植子 牛奶果 这个白香果 芒果 还有这个火龙果 这些都是在本地都常看到 开始有农友们开始去种的 还有一些比较特殊的就是 比如说我们有这个达达 就是在沙巴做一个特别的水果叫达达 他们叫达达 哇 OK 然后还有就是 我们也有看到一些蛇皮果 你们有听过吗 蛇皮果 有有有 所以这些都是在斗湖里面 都是开始有一些年轻人 开始去种的 OK 这样子就不晓得 小木烈你本身有没有去和这些 小型的这些果园的园主去和他们接触 就可能他们有没有和你说一下 他们目前遇到的一个现况是怎样的呢 基本上他们现在主要一些农友们都会跟我们拿一些资料 希望透过我们的组织 比如说农业公会或者是斗湖中华商会 去跟一些政府部门接洽 看有什么比如说他们的补贴津贴来使到他们做这些事 做这些种植更加容易 就比如说现在他们大多数啦 他们在这个斗湖区的种植水果也大多是小量的 那当他们大量去种植的时候 他们都遇到一些比如说销售 他们要把他们的产品销售去比如说其他的城市 那遇到这种交通的津贴啊 这些这些问题啊 他们都需要一些政府的部门去去帮手处理 就比如说我们有那个农业部 OK 同时之间比如说他们要要开始种发的时候 他们也要去跟他们拿那个品种 就比如说那今天我有个石某地 OK我不要再种油种了 那我我现在要开发那个水果叶 我要我要种植植植植植子的苗啊 他们可以去透过我们的工会 或者通过豆腐中华商会去接洽这些农业部 他们去看怎样如何取到那个管道 拿那个苗啊 然后去全门去种 所以他们的最大的挑战 现在目前最大的挑战主要是 因为他们拿不到这些informations 所以这资料 他们透过我们 我们就会把这些 事项全部跟那个政府部门他们接洽 然后再把那个资讯再交给他们 是刚刚威廉的分享 其实让我非常的意外 发现到其实沙巴豆腐 它可以种植的 它可以产出的这个水果的种类 是非常非常的多元的 那我其实之前有找资料 我就发现说 其实沙巴的牛油果 我们也叫做牛奶果 Avocado呢 其实是相当相当的有名 而且会出口到像西马半岛那里去 其实除此之外呢 会不会还有一些其他的水果 是我们没有注意到 其实同样的也是还蛮大的一个商机 也是可以出口到西马那里去的 长期以来呢 就是现在有一个是丹南的那一个柚子 柚子 哦 柚子 柚子 其实是丹南的柚子 对 丹南的柚子呢 它品质很好 因为有可能就是他们那边的地理环境的关系 所以说他们所产出来的柚子呢 现在已经是出口到香港新加坡 柚子 红奶 甚至也有 我也有知道有出口到你们沙拉越去了 这个是很特别啦 就是很多商家的反应都说 当然的柚子 其实比其他任何地方的都不差 都品质可以说是已经达到了 国际出口水准的品质 就是特别甜 然后就是它的那个果实 是有点偏红色它的果肉 对 特别甜 就多汁 真的是很好 有机会你们要过来试一试 一定一定 因为我说实话 柚子给我的感觉就停留在 你知道就是中秋节吃 过年 对过年的时候吃 然后它都是黄色的狗儿肉 然后因为我买的应该是 其他国家的或其他地区的 就是偏干 所以其实我对柚子 一直以来都没有特别大的一个 很好的印象 不过刚刚Adrian的分享 会让我觉得好像 对沙巴的柚子 对沙巴的柚子 要试一试了 那除了就是在西马半岛 就可能你们会出产到西马半岛 那在国外呢 国外的朋友 他们怎么样看待沙巴的农作物呢 特别说是 那个榴莲和猫山王 就是因为之前 行动管制令之前呢 就我们的 先本那 先本那有很多 中国的游客的到来 所以他们 可以说一定要品尝我们的猫山王 所以说已经是猫山王在 特别在中国啊 香港啊都已经是 应该是可以说是家义户晓的名字 然后每个人想要吃牛片 都要吃猫山王 所以说他们来到这里呢 他们一定要品尝我们的本地的猫山王 我补充一下子 因为这个情况是这样子 先本那主要是以旅游为主 所以 因为大家都知道猫山王本身的原产地是在老屋 在彭亨州老屋 那如果 中国他们现在有直行直接来沙巴州 然后他们就去先本那岛 他们去游玩的时候 他们就可以品尝这种果 新鲜的果类 就比如说猫山王 那他不可能就是说 因为他过岛过后旅游过后 然后他又坐另外飞机去西马 然后再特地去品尝这个老屋榴莲 就是猫山王 所以我们现在开始 这一遍都开始种猫山王 或者是其他果类的水果 来迎合这个市场 是 那William你刚刚其实有提到 一个很重要的点的确 如果说我今天要吃猫山王的话 像我们现在人在沙拉越古境 对不对 当然我也不可能跑到彭亨那里去 我其实只要去沙巴 就你知道隔壁我们邻居 就门一开我们就到了这样子 所以我们很好奇 其实沙巴 你刚刚讲的先本那的猫山王 还有彭亨的猫山王 其实有所谓的不一样的地方吗 都会有 主要是像彭亨老屋的地理环境 在沙巴州我们都找得到 它是偏冷 而且它的温差相差很多 就是说白天和晚上 它那个温差都有一个距离 那如果这样的地点在沙巴州 比如说我们看到的 比如说我们看到的 在沙巴州 Denam Keringao这些地方 都是有这样的地理环境 符合特别种猫山王 当然还有其他的品种 比如说我们可以种植一些黑石 最流行的黑石 那我们还有一些 比如说第24 它都有适合的地点 去种植这个榴莲 来迎合这个市场 它们特别想吃的 所以它的果肉其实 当然是一样的 对不对 它的品质 它们两者 其实有多大的差别 都是一样的 只是说那个环境 要找到尽量适合 那个种植这个品种的环境出来 所以也不是说 就是全沙巴都适合种这个猫山王 你要在特地的那个地点 才能够种出好的一个猫山王的品质 这些资料 我们也会尽量跟工业部 或者是政府的一些相当部门 去一起去考察 一起去了解 然后我们才叫农友们 如果刚好它的地就在那儿 那我们就可以努力它种植类型的 尽量利用那个优势的环境 来种植品质的果类出来 不过说到种植榴莲 过去我们有访问过一些榴莲的果农们 他们其实都觉得说 因为榴莲你种植起来 你要等到它收成 其实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的 所以对于当地可能没有接触过 刚好它又有它的农地 刚好又符合这样的一个地理环境的话 对它来说会不会 会觉得还要等那么久 我才能够等到收成 我才能够看到钱进来 所以它们就会比较观望 有这样的一个态度吗 都会有 只是我们做什么东西 我们都有一个算法 在种植榴莲等待榴莲果打果之前 它都可以种植其他来维持先 就好像我们一样的 我本身是种一些油种 那我们大家都知道 油种本身是要五年过后才可以 大概五年过后才可以稳定那个产量 那在之前这个时间 我们可以种 在这个油种果之间 我们都可以种一些黄粒 果类的 就比如说 我们可以种一些比较南瓜这些 来收成 拿到一些收入线 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去看的 那其实就刚才有说到 就是出口这些水果 所以可不可以和我们说一下 其实你要出口去外国 是需要达到一个怎样的标准吗 就比如说可能要出产到一定的量吗 或者是需要得到什么认证呢 这个可不可以先请 Agent来说说 那好的 就是每一个进口国 他们个别都有个别的需求 比如说认证 某一些达到某一些标准 每一个国家的需求都不一样 所以说如果我们为了迎合他们 我们出口的话 肯定要配合他们的 他们入口的条件 所以说我们这里要尽量 就是说把这些知识传给农民 就是说 比如说到中国啊到日本啊到什么国家 他们个别国家的那个要求是什么 所以说这一方面我们都要都要配合了 OK这样 Villian有什么要补充吗 就是这样哦 这个东西我们也是要经过很多部门 就是政府的部门 拿到这些资料过后 我们要给所有的要参与的农民 尽量让他们知道 如果你们真的要做这一块 要准备做大量出口的话 那你们就要符合这些规格 这些规格是怎样的 就比如说你要去中国 中国有中国的那个规格 那如果你要去西方的 西方的也是有它的那个规格 我就这样说 黄泥 黄泥如果现在我们种一些品种是比较说本地市场的 只是说它很快熟 然后它很甜 那只能符合那个本地市场 可是你不能因为种植这个而export出去 是因为那个黄泥会很快腐烂 因为它甜嘛 它带甜嘛 里面很容易发酵 那它需要另外一个品种 可能是纤维比较少的 然后或者是它虽然没有这样甜 可是至少它也有那个基本的黄泥的那个味道 来符合比较外国需要的那个市场 OK 那其实我们知道在推动沙巴农业发展的部分 其实有各个部门还有很多的机构 是一起需要努力的 那当中当然也包括两位 就是斗骨中华商会 以及斗骨农业工会 可不可以请两位来讲讲 其实你们这两个商会 其实在推动农业发展的部分 分别扮演的是怎样的一个角色吗 其实很多时候你们两个工会都是 会相互合作一起来推动的吗 是的 我们就是我们可以说有个别的那个角色 我们中华商会呢 一般上就去跟政府部门沟通之类的 然后农业工会呢 就是会跟农民的沟通 然后我们就综合我们大家的那个信息 然后就大家一起分享信息 是这样子的 OK 然后我们就是经常都有办一些 联合组办一些那个 比如说到国外去考察 比例说我们一起也是主办过到台湾 去考察了两次 一次是在台湾南部 第二次呢是在台湾的那个东部 然后再加上我们也有经常有主办团 考察团去 比如说彭亨州的劳务啊 我们已经有一起去过了 然后在沙巴的耕地窑啊 当然啊 甚至还有就是说 在那个卢国州的有参观过 黄礼园也是我们共同一起主办的 OK 去到台湾去考察 台湾大家应该都知道吧 水果大国那里的这个农业的发展 非常非常的前面 那你们两位其实到台湾那里 去做考察的时候 还记得在那里有学到 或者是有看到哪一些 有趣的一些现象 或者是一些技术 可以带回到沙巴那里推动的吗 有的台湾呢 他们就是已经做到精致农业了 这一点是我们很值得去学习的 他们就是说增加那个水果的糖分啊 然后减低使用农药啊 然后就比较 比较科学的使用化肥 之类的他们基本上都做到了 然后就是他们的销售的渠道也是做得很好的 所以这很多方面也是值得学习 所以说我们都有都要组团过去台湾啊 向他们学习 因为一方面也是就是说 因为语言沟通比较方便啊 所以说没有障碍 没有障碍 所以接下来应该还会持续去吗 会还会的 然后就是我们有会到其他国家啦 如果说有机会的话 我们也会到一些西方国家一起去考察 我补充一下子 农业工会早期它是叫做农业俱乐部 那现在已经改成陡屋农业工会了 那这个改去陡屋农业工会就是我们希望是可以招收一些更除了讲那个农业领域之外还有其他的有关农业的领域都会招进来 就比如说你是一个logistic 他也是可以进来这个农业工会是因为他可以帮农产品运输 为什么会召集多点人来呢 就是因为我们当我们去参观 比如说去台湾去参观的时候去考察的时候 那我们看得到他们怎样从一个很传统的农业把它变成现代化 就是他们他们都都已经是从我们叫做农业比如说1.0到农业3.0 甚至现在他们要农业4.0了 那这些他们的整个过程里面都已经是结合其他很多领域的 就比如说我刚才讲的运输有关系到比如说包装或者是有些tissue culture 这些专业领域get in work 当他们可以做到这样子他们才所谓刚才Adrian讲的 那个精致做到出来 那如果我们走我们讲的沙巴州 我们要朝着这个方向去的话 我们也是要吸引这些 农业领域以外的一起加进来 那加进来的时候当我们去考察的时候 他就知道他 他可以当来那一块 就比如说他是我们看到的就是说太阳能 上面是太阳能 下面是中菜 或者是下面是中果 因为他们晚上他们可以利用那个太阳能存到的电 然后晚上继续给他们处理官和作用 这些都是很高科技的 那我们如果沙巴州来讲的话 这个都是 一个对我们来讲很新鲜的 新科技 至少我们看了 我们去见识了 我们就知道有一个方向 我们就朝这个方向去 然后以后就是当我们这边 因为我们这边地很多 那如果是他有充分利用这个地 他们才可以做到量 当他们有这个量的时候 他们就可以做到外销 就是去把我们的本地水果产品 送到去外国 那茂妹问一下 其实刚刚两位都有说到 其实去到台湾那里做考察 又或者是去到其他的地区做考察 有发现到当地当然他们的这个农业发展是非常的成熟 有一些当然也是走得非常的前面 像台湾就是来到4.0 已经到精致农业的地步了 所以当你们看完这一些 你们考察过后回到沙巴去 那你们发现距离那个目标 大概还有多远的一个距离呢 很遗憾的说一句就是距离还蛮远的 因为我们沙巴大致上都还是比较属于比较传统的那种跟踪方式 所以说还有很大的空间我们可以进步 所以你讲传统的方式就是说现在还是比较少可以看到科技的介入 都是手动吗 还是人力去播种 对 还是比较依赖人力 所以这个其实也算不算是沙巴的一个农业面对的其中一个挑战呢 就是还是传统的做法 传统还是有啦 其实每一个全马都还是有很多农民 还是用着传统的方法去耕种 而这个问题只是我看我相信全马都面对这个问题 大家都面对这个劳工短切的问题 所以说尽量说如果说我们能够可以机械化的话呢 我们可以面对这个劳工短切的问题 我们就一下子啦 所以如果是我们讲劳工短切的话 基本上我们就要去引进很多外劳进来 那如果我们转型 看起来好像是讲我们可以解决这一块 其实也未必的 因为我们要引进的那些老公基本上都要去搜寻过 都要不像以前传统的方式 我们要引进一些比如说他至少有一个 有上过一些课程或者是有一些训练过 他们才可以去handle这一块 不然的话到后来也是两头不到岸 所以这方面也是我们沙巴做一个挑战 就是怎样去把原有的果农 生产的能力 对对 然后同时之间他也要去引进很多技术人员 有qualification上的技术人员来做这一块 提升那个产量 所以你能够预见就是说未来沙巴农业的 这个整个环境 他除了有高科技的介入之外 当然传统的种植法也是不能够被淘汰的 他是能够两者都一起去进行的吗 对对他同时之间 比如说老的员工他们也要给一些训练 就是技术性的训练课程 让他们去进步 然后同时怎样利用一些新科技来处理他们的日常工作 好的 那其实说到沙巴的这一个 我们说水果的供应链 从种植一路到像生产 然后一直到行销 整个环节 你觉得说你们两个觉得说哪一个环节 其实是更需要 更急迫的是需要去做提升的呢 最基本就是那一个基本设施 我要提升的就是因为有些地方 我看我们东马所面对的问题 就是在偏远的地区 那个道路 道路会有待进步 所以说这一个 这个就会导致 比如说我们的那个水果 收成了之后 运输出来 运输不出来的问题 困难重生 一路电波 对 就是说也有可能就是 肯定导致我们的那个生产成本会增加 比如说我们需要缓农药 或者是肥料 一运输到那个种植场地的话 就是路不好 然后再不然就长时间才能够运到的话 那肯定是增加我们的成本 那同时之间他也因为道路的问题 如果不好的话 他会导致到叫做不稳定的那个供应链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外国他们是很难去接受 这样的情况 是 就可能有时候有收成 有时候又没有收成 对 非常的不稳定 就会打击他们对沙巴果农的这个信心 那其实我们就看到在11月中的时候呢 西马的大马果农协会 他们就提成一个备忘录 是希望能够解决这个种植业的一些困境 其中就包括 劳动力的短缺啊 然后这些肥料还有农药的成本上涨 那就不晓得两位有没有参与到这个备忘录的签署之中呢 沙巴的尤其是斗湖是不是也有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况呢 这个是斗湖公会是有参与的 那斗湖中华商会他们暂时是没有了 所以其实它是这样子 自从我们那个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 会导致那个供应链 就是我们的肥料或者是我们的那个药水 都很厉害 因为我们通常都是要靠外国供应的 那因为这个行动管制力的情况之下 变成他们那个运输不是这样顺畅的 所以外国很难把他们的那个肥料送进来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那如果是缺货的话 那个什么肥料或者是药水 他们都会大大的加强就会提高 因为每个人都在抢嘛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基本上这个我们的那个协会 也是有像其他的那些工会一起 就是农业以农为主的那些 工会 对一起一起来写一个备忘物给政府 让政府知道这块如果再不去改善的话 再没有转变的话 没有想办法去处理的话 那接下来我们的厂量都会大大受影响 包括我们现在所面对的员工短缺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 我们农业都是要靠这些外籍的人士 不管是西马或者是东马 那我们跟我讲沙巴的话 他都是只有两个国家的那个外劳 就比如说印尼或者是这个 菲律宾才来到沙巴 那他们都在因为疫情 他们都回去了 他们都没办法进来这个沙巴州啊 留下来的那些 也是基本上他们也不够啊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产量一定会影响 那产量影响的话 这个也会影响到 那个国家或者是州 沙巴州本身的收入 他不只是讲到人民的收入 他也是会影响到沙巴的时候 因为他们是抽税嘛 经过这个税务来增加他们的那个income so that's why 在这个这样的情况之下 他们就准备了这个备忘录乘上去 那目前有听到任何的消息吗 听到就是政府方面 有没有给予任何的回馈呢 ok 至于那个全马兴的那个农业部那边 他们都很积极收集那个资料 是希望在这个就是干锅的那个 我们叫做什么 那个财政预算案里面 他们都有一些回馈给一些农民们 或者是有一些措施 给那个农民 就比如说漂白计划 就是帮那种 就是我们讲没有合法证件的 都留在本地的那些外劳 外劳都去合法化 因为他们在MCO之间 他们的可能他们的护照啊 他们的那个工作准证都已经过起了 那又不能回去 又都留在这边 变成现在很快的他们积极的 先把这一批合法化 包括现在沙巴州也经过这个 属下的一个公司 就是州政府属下的一个公司 叫Smart Saba 来帮这个外劳去做漂白 那其实既然提到这一个 Smart Saba的这个外劳重制的这个计划 我们接下来聊一聊吧 其实你们怎么样看待这个倡议呢 相信一定是一件好事嘛 因为现在人力的确是非常的不足够 那有这样的一个计划 就可以大大的减缓 这样的一个所带来的一个困扰 可是他的申请的过程是怎么样的呢 会很冗长吗 会让很多的雇主觉得说好头痛啊 好多东西要去准备之类的 关于这个Smart Saba 我有去亲自出席他们的一些讲解会 那这个Smart Saba其实它是州政府 Saba州政府去教这个Smart Saba 交给这个Smart Saba去搜集资料来解决这个外劳的问题 因为这个外劳的问题基本上是在Saba州已经很久了 困扰很久了 也困扰了很久 那今天他们透过这个Smart Saba来搜集这个数据先 当他们有了数据他们就会把它分成不同的Categorize 就比如说OK我在讲说的就是比如说他在MCO期间 他的呼召已经是到期了 或者是他的那个工作准备到期了 那个是属于一块一个Categorize 那有些是他们是完全没有呼召完全没有什么文件都没有的 那个又另外一个Categorize 或者是刚好在这个疫情之间 他可能是因为疫情期间他们不能回去 他们在这边单身的小孩 那又一个Categorize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他有了这样的数据 他就会从一个Categorize去解决 这个目前为止我们所看到的是 唯一的一个管道比较算是我们认同的 这个是可以帮Saba做解决的一个问题 他是外劳的问题 那我们都知道如果工作环境里面 我们如果没有一个合法证件 我们没有一个比如说担保 每个工人都不会安心的嘛 对他们都会担心怕怕 对担心会不会受到那个准备 对而且这方面也对我们国家的形象不好 因为为什么如果我们有太多这样的数据在里面的话 没有去解决的话 他那个MGO就是世界那个人权组织 他们也会把这个东西把我们降低分 所以变成他们有些东西就不能符合国际的需求 那其实说到申请的这个过程 有没有听到有一些雇主可能进行 参与了这个计划之后 发现说他有一些需要提升的部分 像是申请的过程需要等很长的一段时间 还是说其实都发现说 其实部门做事也蛮快的 效率也蛮高的 这个现在我没有这个所谓的数据 因为这个东西也是刚开始不久 就是从三个月 这个月十一月十二十号 我们去出席那个讲解会之后 一直到现在 那些农友们都很积极的把那个资料 发到来到申请上去 由我们申请上去给Smart Sabah 所以给他们做一个统计 所以唯有的东西就是 本地这些农商他们所面对的原因 因为他们很多都是高年龄的 他们也不会用这个电脑 他们也不会用这个WhatsApp这些 所以他们很多那些表格 都是由我们商会的执行秘书去帮他们填写 你们帮忙填写 帮我们填写 就是我们填写过后 我们把它呈上去 包括他们的公司资料 那些情况 可是这个应该是到今天就已经截止了 OK 11月30号 11月30号 OK 所以其实就是广东协会 广东工会在这里真的是很大程度 帮到了一些 特别是一些比较年长的者 对 因为他们不知道怎样去填写 所以也希望就是 广东们真的可以趁着这个机会 来帮自己的那些外劳漂白 虽然说时间已经过了 对 可是不管怎么样呢 起码我们有看到算是一道曙光 就是可以帮助到很多果农们面对到最头痛的一个问题 就是人手不足 然后或者是自己的员工 他们也很担心受怕 担心自己有一天会被抓到 因为他们现在是非法的 是不是 就希望说 还是希望有关部门能够为他们进行一个漂白的动作 好 那我们来聊聊沙巴州政府吧 其实在提升当地的这个农业发展的部分 有给予哪一些帮助呢 会不会其实也像我们沙拉越州政府一样 最近也是有听到他们非常鼓励 农民们赶快种多一点东西 我给你很多很多的一些资源 你只要出一块地 种就好了 然后就是有这么样的一个方便 所以想听听Adrian 你的观察 你发现到其实沙巴州政府 在提升当地的这个农业发展部分 做了哪些努力呢 其实沙巴跟沙拉越农业部的政府 或者农业部的方向都差不多蛮相像的 然后就是政府呢 都有它的那个农业大蓝图 农业大蓝图 然后呢就是说政府比较鼓励了 种植的水果呢 就是包括大概就是黄梨 榴莲 然后最近的就是那个牛油果 政府已经很提倡这一方面的种植 所以说政府对农民也是有资助 就是说比如说派送果苗啊 肥料啊之类的政府 州政府都有做到 然后有关于销售方面呢 就是说农业部 沙巴农业部也经常 有办那个展销会 就一般就是每一年在不同的城市 是举办展销会 然后就邀请当地的农民呢 就是展销展卖他们的水果 然后还有就是譬如说有KPD Coprasi Permanenteza 他们也是有帮助农民 甚至Pladang也是政府的机构 Pharma也是有帮助农民销售 水果啊 然后就不单止是帮他们销售了 还有提供那个技术上的协助了 可能加工这样子是不是 对那技术上啊 然后就是有甚至有些比较资金 比较允许的 他们都会请外国啦 有些甚至请外国的专家 进来指导 对 所以这努力其实做得蛮多的 是 所以会不会其实在州政府 这么样积极的推动情况下呢 其实也让当地更多的人 就觉得说投入这个农业 投入这个种植业 好像真的是一大保障 又觉得说也不用特别担心 因为反正政府会 Cover你 不用怕 就是你就放手下去做 有没有听到身边 特别是年轻人 有没有让他们就更多了一些信心呢 有年轻人 年轻人都很想投入 这个水果种植业 但是他们所面对的问题就是 没有地 没有地 没有错 就是没有地 或者是说 要租地 要跟人家租地来种 而这是认为就是说 无论如何啦 他们还是要有一个 某个门槛 他们要面对的啦 就是可能最主要就是在资金 还有土地的这一方面是吗 对 都是面对 大多数面对都是资金的问题 所以政府有在这个部分 有提供一些怎么样的 优惠也好啊 或者是一些帮助吗 希望说可以让年轻人 就想说 好我知道你有资金上面的问题 那政府可能这个时候 介入给你一些帮助 让你就是不要有这些后顾自由 有吗 政府有 如果那些说 有些就是说他们不符合 那个政府的条件的话呢 他们可以 可以去银行贷款 低息贷款 比如说agrobank agrobank有提供低息的贷款 所以说 这个能够提供机会 给那些很想 投身入这个种植业的人 可以另外一个 一个经济来源的管道 这个上汇在这一块 也是做到蛮比较充足 给农友们 因为在MC后那段时间 我们都有举办一些 online的那些sharing 是邀请一些bankers 他们来sharing 如何去得到 拿到这个 贷款 农值 那个低息的贷款 来从事这个农业 这方面 都有 这一两年来 我们看到很多年轻人 都开始去参与了 他们如果 遇到资金的问题 他们都会跟agrobank 或者是一些smebank 他们去 做一些贷款 低息贷款 确实这些 这些知识 还有资源 真的是很需要 让年轻人去知道 才知道可以这样子去执行 那其实农业呢 我们通常都知道 农业是可以出产 这些农产品嘛 那农业还有没有其他 可以发展的潜能吗 是有的 就是除了这个 就是说新鲜水果呢 其实有一点就是可以 大肆发展的 就是说那个 农业理由 其实农业理由呢 就能够除了水果的收入之外呢 能够提供额外的收入 比如说水果的当季啊 就是说没有水果出产的时候 他们能够提供一些 休闲的活动 给那些游客啊 不管是本地的游客 或者是外国的游客 都可以参与其中 然后就是说 能够去体验一下 一个果农的生活 然后就是也 能够带小朋友啊 去体验一下 其实水果呢 是怎么生产出来的 就给他们一个更了解 一个过程啊 好像户外教学 对对对 其实在这个 这些在国外都很流行的 就是户外教学都很流行的 对 除了这一方面呢 其实还有其他可以 发展的啦 就是说 比如说果汁啊 果干 果酱 这些都是可以 都可以加工 然后这个就更有利于储存啊 就是说我们能够 出口啊 就是能够运输到一个 更远的地方去啊 而从而增加我们的收入 而也是就解决了 就是说可能就是说 农产品过剩的情况 就能够解决这一方面的问题 是 不过既然说到这个的话 我真的还蛮好奇 其实沙巴非常盛产的 这个牛油果 牛奶果 如果加工的话 其实是可以加工成什么 其他的一些商品 然后进行一个出口吗 可以的 就比如说 最基本的就是可以 就把那个果肉啊 把它冷冻 冷冻了之后 真空包装 然后可以寄出口 哦 像榴莲一样 对 又或者能够 体验那个牛油果油啊 哦 牛油果油 Avocado oil 哇 这个这里你们可以做的 甚至现在国外 已经开始流行 Avocado beer 就是牛油果 啤酒 对对对 叫成啤酒 在沙巴也可以有吗 哦 这个问题 怎么那么兴奋 这个呢 其实啤酒 Avocado还没有有 但是 已经有 比如说 姜啊 已经做成 Ginger beer 已经沙巴已经有了 对 哦 对 所以Avocado beer 是接下来的一个 算是一个目标 是 应必须的一个 啊对 就是要去试一试 哦 好期待 对 还有什么 它有一些 比如说 Avocado 它可以做一些粉 然后它可以应用在很多 食物产品 比如说 那个小孩子吃的 那个 baby food 他们都有用到 Avocado这个粉 OK 其实我真的很想帮很多的听众问 其实沙巴的Avocado 跟我们经常在市场上面 买到的国外 像美国的Avocado 其实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大小还是说 里面的肉质的部分 一般上我们是进口 所以比如说美国的 或者是澳洲的那个Avocado 一般上它的就是 我们会发现它的皮 会比较皱的嘛 对不对 然后就体型 会比较小 是 所以体型会比较小 而我们沙巴的呢 就是体型是比较大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 因为我们是本地出产的嘛 所以说 我们可能就栽下来过后 几天过后 你就可以享用到 所以说 可以说是新鲜的 对 而外国进口的呢 也有可能是一个月前 已经栽下来的 然后经过储存的 环节运输的团队 才能够抬到我们的那个超市啊 所以说要吃新鲜的水果 还是要 本地 是本地的 是 而且本地产的也 可能价格上面 当然就是有一个落差嘛 对不对 也会比较经济学会 一些 对没错 而就是说我们本地的 那价格方面是肯定是比国外的便宜 然后 我本身有事啦 我还是比较喜欢我们本地的品种 是 也希望说大家可以多多支持国货啊 对不对 谁说外国的越南比较远 对对对 所以我们更应该就是说 平时招待朋友的话 就尽量利用本地水果招待朋友 那最后其实两位还有没有什么建议 要给年轻人 或者是有兴趣投入种植业的朋友吗 就特别就是说 我们也希望更多年轻人能够加入 种植这个行业啦 就一般上他们有一个迷思就是说 做一个农夫 可能就是说要热晒雨淋 很辛苦的 然后就很累 现在呢就是说现代农业已经是 可以说已经没有这种做法啦 现在已经很多已经是 采用了新科技的方法 比如说施肥啊灌溉啊 都是用已经是电脑化了 再特别就是说 我们现在已经是已经到工业4.0了嘛 5G时代的到来 还有就是AI啊 就是人工智能的到来 所以说有我们可以能够应用更多这一方面的知识 及科技 到农业上去了 所以说也不需要以前的传统的做法 就是说很辛苦 现在碰撒农药 可以用无人机啊 就是已经可以减击大大的减低了 我们对劳工的需要 是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累的 那William呢 有什么这样的一些建议 一样如果是刚才Edwin有提到的 就是我们讲到的 现在的年轻人 他们还是那个观念是对那个农 还是很科幻的 对很传统 是 他们会觉得很传统化 其实他们一定要改变这个观点 因为现在我们都已经看得到 市面上已经有人用无人机来试肥 或者是打了个要求 或者是我们透过那个数据分析 我们知道怎样有效的试肥 OK 然后我们有用一些机械来开始摘果 或者是翻中 这些全部都需要年轻人的参与 就比如说 如果是一个engineer 他是electronic engineer 他也是可以跟这个农业结合 然后一起去把这个农业搞好 那当然同时我在这边可以讲 我本身是一个美术 我美术系的吗 so后来我都在好十年前 我都已经踏入了这个农业 所以我觉得很好玩 很多改善 那我可以看得到 比如说以前的管理 我们要管理一群人 我们是都要去现场看 那今天不用了 我们可以透过比如说 GPS checking 我们都有看到我们的员工到底有没有在做工 这些 就不用真的下车 比较管理的方式 对 管理的方式就不像以前了 以前我们家那个 我们叫做蛮公车 蛮公车 farm cactus 我们如果去考察 参观外国的话 他们已经去到 比如说不用人 那个人不用坐在 farm cactus那边直接数了 他只是坐在office里面 然后透过GPS 然后去control 然后就直接去 去操作了 所以变成他不是以往的 我们想象中他坐在太阳底下那边 然后坐在拖拉机那边 然后去热塞雨林这样去操作的 这都不用了 他可以在家里可能他透过他的手机 或者什么他的电脑 他就可以去操作 然后晚上他可以睡觉 然后可是那个拖拉机还继续帮他去做收成 这种这样的技术 其实是很好玩 很执行的 所以希望是年轻人在这方面 可以先开始 想看到底他们领域是在哪一方面强的 他们可以在这方面发挥 然后改善这个农业的那个收入 或者是我们讲的那个强量收成 是所以其实我们可以预见的就是说 未来这个农业会走向一个现代化的一个趋势 所以如果说要迈向现代化高科技的话 当然就需要一些相关的人才 包括像你刚刚讲的 这个电穴系的这个工程师们 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科系 你们还蛮希望很期待他们 其实就算你不做你的专业也没有关系 也可以投入到农业来的呢 其实有是刚才 William指出他是一个美术 你们也需要美术的吗 你们还需要美术的吗 我不需要 我本身也不是念农的 我本身也是工程师 就是自动学的 所以说也在参与这个农业了 所以说现在就说你所念的 不一定就是说你将来的那一个 词言 就是说我现在就是呼吁年轻人投入农业 就是把他们所见到的能够应用在农业上 比如说其实我们国家很需要研发新的品种 比如说蔬菜 研究人员 研究人员 对 因为我们很多的这个种子呢 还是依赖国外进口的 所以说我们应该研发比较多 这一方面的新品种 好 这让我想到台湾的朋友 就是也是他们会自己 有一个自己的实验室 一直去不断的去做研究 知道说怎么样可以调配出 很特别的 或者是品质更好的这个农作物 所以当然我们也可以借鉴 我们自己也可以去学习的 好 那今天的节目呢 希望说在收听节目的朋友 特别是如果说你正在为你未来的 这个职业的规划 正在烦恼的话呢 我相信Adrian还有William 给出了还蛮好的一个答案跟参考 希望说对你有所帮助啦 那今天的节目呢 就分享到这里 非常谢谢 斗湖中华商会 署理会长Adrian 还有斗湖农业工会的理事William 上到我们的节目 下次有机会再聊咯 谢谢两位 好的 谢谢主持人 谢谢 再见 拜拜